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雨桐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進行集體學習 中共黨魁強調要推進現代邊海空防建設 與此同時一條並沒有引起很多人注意的消息顯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8月1日來到位於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蒙古國 在8月1日中共建軍節前後還有幾條消息與軍方有關 首先是一位軍人在北京做出驚人之舉,引發網友熱議 另外中共陸軍司令李喬明的一篇舊文 突然在網絡出現,文章大談軍隊在蘇聯解體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麼貌似強大的蘇共當年為何突然崩潰? 蘇聯軍隊在其中發揮了甚麼作用? 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都將和大家一起聊聊這些有趣的內容 7月6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接受ABC News受訪時表示 華盛頓在印太地區建立的聯盟網絡已經將中共國張死了 從布林肯最近的亞洲之行來看 為了應對中共的不斷挑釁,美國確實正在做出努力 與其區域盟友以及彼此之間連接起來 從而建立一個網狀框架來保護印太地區安全 中共黨魁終於捉圍棋 看上去,美國及其盟友正在排兵暴陣 將中共這個戰爭犯團團圍住 蒙古是布林肯亞洲之行的最後一站 在此之前,他已經訪問過老窩、越南、日本、菲律賓和新加坡 其背景是對抗中共的影響力 據華盛頓方面稱,上週末在萬丈的一次會晤中 布林肯在坦率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中就這一問題警告了王毅 而在日本及菲律賓,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 宣布與這兩個國家建立更密切的軍事和防務關係 以應對中共挑釁,尤其是南中國海的挑釁 先來講講日本,7月27日 布林肯和奧斯丁在東京與日本對口官員舉行了二加二會談 美日防務關係出現重大轉變 奧斯丁宣布,美國將把駐入美軍升級為聯合部隊總部 擴大任務和行動責任 這將是美軍駐入部隊至成立以來最重大的變化 都是70年來我們和日本軍事關係的最有力改善之一 他補充說,我們決定朝這個方向前進 並不是基於來自中國的任何威脅 這是基於我們的願望 和我們更緊密地合作並提高效率的能力 日本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龔家邦然對美國之音表示 這個意味著美國人的態度是認真的 美國真的很認真地想和日本一起打仗 去打誰我不知道 無論誰想用武力改變現狀 我們都可能不能不去戰鬥 中共的抗軍備戰和它的不斷挑釁姿態 讓世界各國心感不安 近來,北京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迅速集結軍事力量 並在台灣周圍持續進行軍事演習 對台灣不斷進行騷擾 因此,美國和日本在此次會談中 將中共各稱為該地區面臨的最大戰略挑戰 美國和日本同意採取很多其他防禦措施 包括聯合開發導彈和可能在離島部署、美軍和日本軍隊 討論還集中在所謂美國的延伸威懾上 華盛頓是否願意使用其核武器來保衛日本 布林肯和奧斯丁在結束了和日本的安全會談 以及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議後 緊接著到訪菲律賓 美國將提供5億美元的軍事資金 用於菲律賓海軍裝備 以及對美軍註責的菲律賓軍事基地進行建設和改善 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牧·阿爾德斯對美聯社表示 這些資金得到美國國會兩黨強而有力的支持 而且明年可能會翻倍 取決於我們對這些資金的消化能力 美非議中的軍事信息安全總協定是防長會談的重要議程 要求匿名的官員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 協議允許美國向菲律賓提供高級情報 和包括導彈系統在內的更先進武器 同時保證這些情報和有關武器的詳細訊息 將受到嚴格保密 菲律賓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南中國海和台灣 一旦爆發衝突 菲律賓將成為美國的關鍵夥伴 蒙古位於俄羅斯和中國之間 對於美國、俄羅斯、中共國、日本來說 其位置極其重要 它的對外政策取向無疑 將對這些國家之間的複雜的戰略關係 產生深刻影響 布林肯8月1日在烏蘭巴托會伍了蒙古總理 兩人一起觀看了那達姆表演 其中包括傳統歌舞和體育賽事 在與蒙古外交部長巴特撒、撒格聯合舉行的記者會上 布林肯將蒙古稱之為該地區的一個核心合作夥伴 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共同利益將我們聯繫在一起 布林肯表示我們在去年簽署的開放天空協議的基礎上 努力開通兩國之間的直飛航班 這將為貿易和旅遊業創造新的機遇 這一點至關重要 因為我們人民之間的聯繫 是兩國夥伴關係的生命線 美國和蒙古還密切合作 應對共同地區和全球挑戰 其中包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導彈發射 美國讚賞蒙古致力於促進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的意願 布林肯還宣布 不久我們將破土動工建設一個先進的美國紳士管區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 布林肯談到了中共國 他說 關於中共國和本地區 首先我們的重點是對本地區的共同肯定性願景 不是關於中共國 而是關於我們正在與之合作的許多國家 他們都有這樣的共同願景 正如我所說 這是一個開放 互聯 自由 繁榮 有人性地區的願景 布林肯承認與蒙古之間的關係包含軍事成分 他說 我們所建立的關係 是的 其中很多都有軍事成分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從中共做出的反應題看 美國走出的這一步步好企 讓這個日日騷擾別人的流氓政權感到壓力 7月30日 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 中共黨魁強調 要推進現代邊海空房建設 努力建設強大穩固的現代邊海空房 捍衛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日本媒體在報導中擔憂 中共黨魁此番說 可能導致中共加強在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的海事活動 除此之外 中共國和印度的領土糾紛至今都沒有得到明顯的進展 印度尼克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謝剛教授說 自從四年前衝突發生後 兩國軍事指揮官舉行了21次解決爭議會議 但是進展則微乎其微 不過從中共官方喉舌釋放出的信號看 布林肯蒙古之行已經讓中共感到壓力 8月3日 中共《解放軍報》發表文章 主題就是所謂 內蒙古黨政軍、警民合力、管邊、控邊 8月1日是中共的所謂建軍節 就在這一天 北京出現了驚人一幕 就在北京王府井暴行街 一名軍人身穿軍裝 爬上高樓懸掛長長的條幅 上書一個大大的冤字 條幅上還寫著 雲南昆明官渡區政府 厄薩當兵12年轉業軍人 這一幕在網絡引發熱議 一位網友說 這個讓他想起了田明健單窗挑了半個北京城 其他網友證實此事是真的 他說 我未說為何瘋了佬 剛剛吃完飯出去看見一堆警察 還有網友驚呼 這個真厲害了 因為王府井旁邊就是天安門 全北京警察密度可能比公安局更高的地方 竟然能夠爬到暴行街樓頂拉環幅 事實上中共最怕軍隊造反 8月1日中共《求是》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 透露出中共黨魁真正的擔心 在這篇題為《始終堅持從政治上建設和掌握軍隊》的文章中 指出中共黨魁反覆用蘇共跨台 蘇聯解體教訓警醒全黨全軍 文章還說 當今大多數官兵面對社會大變革、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融、意識形態領域、尖銳複雜鬥爭的衝擊 容易在聽誰指揮、為誰打仗這一根本問題上認識出現偏差 這個模型中暴露出中共軍隊絕非其宣傳的這樣 在關鍵時刻一定會為中共賣命 而這個都合合是中共最擔心的 早在2012年 中共黨魁在一次講話中 就說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跨台? 他認為 軍隊不聽所謂黨的指揮 是令蘇聯共產黨倒台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幾天 中共陸軍司令李喬明的一篇救文 再度出現在中國網絡上 文章的標題是 《蘇聯軍隊是怎樣被非黨化的?》 這篇文章雖然是站在保黨的角度寫 但畢竟提到了一些相對真實的歷史鏡頭 例如文章談到 蘇共跨台前 蘇共內部掛起了退黨風 特別是年輕軍官的主動退黨 最終衛城洪流 包括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都棄蘇共而去 文章還介紹 在1991年819政變中 格拉喬夫司令控制下的空降兵 進入莫斯科 執行控制俄羅斯共和國辦公大樓白宮的任務 結果 格拉喬夫在陣前調轉窗口 國防部下達給他的每一道命令 他都立即通報給葉利欣及其支持者 空降兵的實際行動 振奮了民主派及其支持者的士氣 局勢很快轉向了有利於葉利欣的一面 而以克格勃將軍、卡爾普恩控制的阿爾法行動小組 則在陣前拒絕執行克格勃總部下達的強攻白宮 觸報葉利欣的命令 各位退黨的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更有趣 他先以天氣不適宜飛行為由 嚴持輸送空降兵的運輸機起飛 後又引導運輸機機群錯降機場 使空降兵無法在預定時間內集結 同時直接向葉利欣表示空軍支持他 正是因為軍心施變 蘇聯共產黨失去了對權力的控制 819事件後不到一周 蘇共即土崩瓦解 在同年底蘇聯大廈軍延倒下 當然這些事情的發生並非偶然 文章講述 1991年2月 葉利欣專程到陶拉空降師觀看演習和遺問 午餐時 葉利欣問空降兵司令格勒喬夫 如果突然出現某種特別狀況 合法選出的俄總統遇到危險、叛亂 是否可以依靠軍人、依靠你呢? 格勒喬夫回答 是的 可以 因此 在819政變中 海軍司令 歇爾納溫 空軍司令 薩波什尼科夫 火箭軍司令 馬哈斯西莫夫 列寧格勒軍區司令 薩姆索諾夫 從一開始就質疑 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 空降兵司令 格勒喬夫則率領開進莫斯科的空降部隊 兌現了對葉利欣的承諾 除此之外 在1991年 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一些軍官 示威性地撕毀了黨政 並故意大聲地跟同事說 他們的祖父曾經是智慧軍成員 或者他們的祖父曾經放火燒過蘇聯最初建立的集體農莊 所有的這一切都說明了一件事 軍心思辨 普列諾漢夫曾經在他的政治遺囑中 語言了蘇共的跨台 他說布爾什維克的跨台是不可避免的 他還認為布爾什維克政權將從內部解體 而解體將發生在第四個危機 也就是意識形態危機之後 蘇共的跨台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中共的跨台同樣不可避免 因為中共上上下下 再沒有人相信共產主義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你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的節目每週一和週五固定播出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我們點個讚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